它可以成为未来我们农作物的养料 不,并不是要给他们浇灌啤酒 但是阿尼利亚的研究员们正在研究利用微棍 来将啤酒的液体肺料变成植物肥料 或是动物饲料的营养素 工业啤酒中被作为原材料的是大麦 由此会产生两种类型的废料 固体的可被用作动物饲料 液体的含有充足的有机物质 例如蛋和磷 它们就是该利用微棍研究的目标 这跟一个奥林匹克游泳池的水量一样 它们被海藻生物质转化 成为养料或者肥料 该项目最终的目标有西班牙 哥伦比亚和阿根廷的研究员们参与的就是 西班牙的啤酒生产量在2014年达到了3360万百升 继续成为第一个能产生工作职位最多的饮品 有多余25万7千个间接职位